大家好,今天是2月3日星期四 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溫哥華市中心東端的一段稀涉丁東街 自1月17日以來 有幾十輛巴士造不明文體射擊 至少有26個巴士車窗因此而被射穿 事發時乘客與司機都不知道被人射擊 直接巴士司機換班才有所發覺 溫哥華市警與大溫運輸警察正在聯手調查 檢查陸長 發現所有射擊都發生在清晨時分 在哥亞街至甘比街之間的一段稀涉丁東街 巴士正在開行的時候 警方憂慮假如再次射擊 會有人因為玻璃破碎而受傷 正在加緊調查 通理琴行是大溫地區最大的銀牌鋼琴會總 該五十多年來為大溫地區千家萬戶 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蘇利文宅槍擊案 懷疑涉及敵對歌星之間的衝突 蘇利中部一間文宅 星期二凌晨三點左右 租人由屋外連開多槍射擊 打穿了停泊緊的汽車、房屋外牆、天花板和窗戶 幸好沒有人受傷 事後有人在TikTok上播放一段疑似開槍的視頻 還姓言是針對某位印度當紅的歌星 而這間文宅先前的屋主 正正是這位歌星的一位朋友 所以蘇利王家騎警初步判斷 有人檢錯相、射錯屋 警方已通知這位歌星的朋友要小心 提防有人襲擊 據悉印度各國歌星之間的競爭激烈 他們的粉絲經常都會互相攻擊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價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st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比試今天新增1518宗確診 累計升至329143宗 另外有13人疫亡 累計升至2656人 目前活躍個案有25554宗 住院人數有985人 其中145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由於上星期的武師營身碎活動反映熱烈 華浮中山公園信眾要求 再次請到漢星體育會在今天星期六 也即是2月5號下午1點半 在公園內武師營接苦苓的來臨 由於入場名額有限 有興趣者最好事先登記 温哥華明天2月4號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有雨 雨量達10至20毫米 吹每小時30公里的東南風 溫度最高有8度 晚上間中多雲 溫度最低只有3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對於貨車司機計劃在星期六中午12點 去到省議會示威 多倫多警方今天下午說 這個週末他們會封閉某些路段 以確保示威期間 去醫院的通道暢通無阻 至於會封閉哪幾條路 警方暫時未有交代 只是說敲定有關計劃之後 就會盡快對外公布 但警方警告 任何試圖擾亂醫院 或急救救援行動的人 警員都會強制執法 警方這個警告不是沒道理 因為反疫苗接種的貨車司機 在厄泰華的示威行動幾乎是無疾而終 現在轉戰多倫多 隨時會採取更激烈的行動引起注意 情況可能和厄泰華國會山莊前的 有很大的不同 不過大家對這種形勢 只會亦做好準備 多倫多市長莊德里 就敗出強硬的態度 說他支持警方採取任何手段 來保護市民 並且將示威行動所帶來的影響 減到最低 莊德里說 他們必須設法避免 多倫多市中心變成厄泰華的翻版 他又警告去省議會 帶流示威的示威者 不要堵塞通往醫院的通道 因為病人需要緊急護理 醫護人員也要安全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 他又說 如果今次的示威行動 令到一些在疫情中 已經受到重創的傷戶 不能在星期六開門做生意 又或者 被示威者趕走前來干顧的客人 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 市議員周凱哲今天也發出帖文說 散播仇恨和對醫院的干擾 是絕對不可容忍 劉首在厄泰華國會山莊前面的示威貨車司機 目前已經成為強勞之末 總理杜魯多今天被記者問到 如果有貨車司機不肯離開 會不會考慮出動軍隊清場 杜魯多說 出動軍隊一定要好小心 尤其是整件事牽涉到加拿大人 更加不可以輕率地利用軍隊介入 何況 目前厄泰華市長也沒有提出相關的要求 在現在的形勢 還有記者問會不會出動軍隊清場 簡直就是給機會杜魯多表演 由開始有貨車司機提出要杜魯多辭職 到現在變成奧圖爾諾台 杜魯多現在是有贏無輸 又怎會出動軍隊呢 問到他會不會做一些事 來解決這次問題的時候 杜魯多沒有正面回答 他只是說 聯邦政府持續和握泰華市長佈持聯繫 王家騎警也隨時後命 如果有需要隨時都可以提供支援 當記者再追問 杜魯多會不會願意和示威者會面或談判的時候 杜魯多就說 公眾對一些防疫措施 例如戴口罩有不同意見 這些過去已經有激烈的辯論 但在半年前舉行大選中 選民是用選票證明了他們支持聯邦自由黨執行的防疫政策 例如強制戴口罩 現在政府只是根據選民的授權執行措施 只不過是有一小撮人偏離政府的政策 而聯邦政府是有責任堅持對選民的承諾 其實說直接一點就是不見面不談判 目前杜魯多因為確診而自我隔離 對於當他重返國會的時候 他會不會擔心自己的安全 他就這樣說 我比較關心鴨泰華的居民 之後他又譴責示威者在抗議期間使用仇恨 種族歧視等的字眼 他說應被鴨泰華的居民的生活重回正軌 恢復當地社區原有的面貌 看看他搭得多漂亮 香港衛生防護中心公布 截至今日令時 再新增142宗陽性個案 其中121宗屬於本地感染 當中31宗還未找到源頭 今日暫時有約160宗的初步陽性個案 勞工署的今晚說 一個勞工署職員確診 有消息說他是勞工署副署長梁永恩 政府今天也宣布因應疫情非常嚴峻 而且有惡快的趨勢 政策局和部門明天會擴大特別上班安排 除了提供緊急和必需公共服務 和參與防疫抗疫有關人員之外 其他政府僱員儘量留在家上班 有關安排暫定實行指導 根據11號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床主任張祝均說 水邊圍村壁水樓兩個18室單位 懷疑出現水積傳播 部分居民或需要撤離 馬安山時代冰室也有兩個員工驗疫 曾經幫襯過這間餐廳的人應該接受檢測 今天也再多15宗懷疑Delta個案 其中兩宗源頭不明 患者分別住在蔡雲村時雨樓 和上水太平村平易樓 其中香港性工會臨戶長者之間 也新增一宗陽性個案 患者和早前染疫的護理員在不同部門工作 懷疑院內有傳播 約60個院友需要檢疫 另外佐敦莊樹倫敦廣場新增酒樓 也有4個員工確診 密切接觸者要去檢疫 而昨日源頭不明個案內 兩個拿著閒街紙的病人 至今還未找到 張竹君說估計其中一人 明天會去到機構報道 希望聯絡到他 他也說只是知道他們在九龍區檢查 但不知為何 會繼續盡力聯絡他們 今天有兩個男人 在逃避警方掃到行動時爬著出窗 想爬他逃走的時候 失足從10樓墮下死亡 警方東九龍重案組昨天傍晚 去到觀塘一棟公下10樓 破門調查釣魚機倒擋的時候 兩個分別58歲和45歲的男子 在廁所穿窗想爬他逃走的時候 失足多下 送院後證實不治 警方在現場抓了5個到客 警方今天下午重返現場 有幾個高空隊工作人員到場 配備頭盔、承索和爬梯等工具 上了天台 由天台由性修正 另外有重案組探員上樓調查 據了解 警方早前在上址 倒破了一個賭檔之後 發現賭檔死亡復然 有關的釣魚機倒場 是由黑幫新移安操控 兩個墮樓男子都有案底 其中的58歲男子 懷疑是賭檔的負責人 45歲男子懷疑違反法庭監管令 正被通緝 好一朵迎春花 好一朵迎春花 人人都愛他 好一朵迎春花 另外大地方光滑 爺爺祝美美美的讀者 恭喜發財 大家好 我們是 以往新年 你們會有什麼家 會有什麼特別的 慶祝方法 我很喜歡收到禮事 不斷跟親戚說完 恭喜發財 在健康青春上住 大家帶來 龍馬精神 步步高升 對 所以就 那你們譬如 有些讀國際學校 有些外國的小朋友 他們會不會和你們一起過農曆新年 你就 只讀國際學校了 你怎樣過呢 沒有 我想他們 我想他們沒有這個傳統 或者他們 在自己的國家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個傳統 但是 去到香港 他們都會 說回 Happy New Year OK 是回鄉下和家人過的 你的鄉下在哪裡 你的鄉下在哪裡呢 我鄉下在湖北 湖北 有什麼習俗那麼有趣 習俗 其實都是吃團年飯 但是那些團年飯 就不像Chantale 就是吃糖水那些 是吃 那些龍蝦 然後那些熱乾麵 那些 就是我們家鄉的一些食物 團圓一起吃 很開心 是不是之前每年都會回到湖北 是的 這幾年都回不了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嗯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 快點可以回到湖北 OK Gigi 你小心不要 我是他們的混合體 我也會回鄉下 很少在香港過年 就是回鄉下 我會去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我爸爸的家鄉 一個就是我媽媽的家鄉 我爸爸是南方人 我媽媽是北方人 我就是在家鄉那裡多一點的 就是鄉下 鄉下我們爺爺媽媽就會做一些湯圓 他們的湯圓是自己做的 就是用麵粉搓圓一個 煲薑水 很甜的 過一年 然後就一起吃飯 一起去混吉 混吉? 怎樣混吉飯? 例如我兒子 他就會在他那個 即是我們是住在同一個地方 但是他在那個地方 是離我們家裡 有一點距離 他就會作為一個人 去混吉給我們 哦 即是去混吉給你們 沒錯 就當是一個 混吉 對 然後就當一個很好的二頭 然後我們鄉下會放炮掌 嗯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以前會放炮掌 就好像去墊地那樣混吉 然後吃的東西就挺好吃 之後去媽媽那裡 又是吃的東西就不同了 那時候很懷念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